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的老婆是范冰冰 那我現在買了一個房子 我舉這個例子還不錯 那我老婆是范冰冰 結果我要賣房子給蘇贤 那蘇贤的老婆是李冰冰 結果我就跟范冰冰離婚 然後把李冰冰給取過來 那取過來我把房地產過戶給他 再離婚 這個地方變成說夫妻之間的贈餘 就是說共同的一個財產 謝謝你這個想像力很豐富 但是大家只聽到冰冰冰冰冰冰冰而已 再清楚一點點 現在就是說為了假離婚潮 這個動作就是為了要結稅 對 因為這個地方就不用磕 那個20%的一個增值稅 而且這個地方新國五條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習近平他一當選 就是說最高領導人以後 他就是說大陸要開始打貪腐 打貪腐的一個部分 他就說蒼蠅老虎都要打 所以也會湧現半夜看屋現收線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高官通常是用人頭來買房 那人頭要買房 你假如說要辦銀行貸款的話 這個人頭就會曝光 金流就會曝光 但是我認為這個打蒼蠅打老虎 其實習近平自己的兒子也很有錢 所以我姑且就是認為說 他新冠上任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在他上任之前 就是四川的一個部分 薄熙來才被鬥下台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清軍策 就是說要把其他的一些 就是跟他以前理念不相當的一個高官 給剔除掉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還姑且來做一個判斷 另外土子房賣翻的話 大家知道說我們台灣的一個部分 不是都有預售屋嗎 那預售屋你去看一看 甚至他連整個樣品房都不用 樣品房都不用蓋 就是圖畫紙 因為蓋樣品房都來不及了 你光把圖畫紙畫的話 就可以賣了 所以我鼓吹我的兒子趕快去學畫畫 他在圖畫的圖就可以賣錢 就像當時在炒骨條一樣 有骨條就可以了 對 另外其實大陸這些現象 可以說是台灣之前 大概80年代的一個說明 大概鬼城蔓延 大家要知道說 現在淡海新勢症現在吵得很高 但是你假如三年前去看的話 因為那時候輕鬼案還沒有過關 淡海新勢症基本上是光無一片 那時候蓋起來的話 其實那就是說 給你未來一個城鎮化的一個夢想 那其實像在整個新疆 二多斯這方面 你從空拍圖 像美國都很聰明 他就是用衛星空拍的方式 發現人焉相當的一個稀少 所以拍不到幾個人 清潔工還拍到幾個人 但是居民居然很少 所以大陸的一個問題 我們認為大方 真的要看台灣什麼那個 就是地段 地段根本不會跌 但是其他假如地段不好的 我認為是跌得很兇 好 剛剛建源已經提到 所謂的鬼城的部分 等一下進步來告訴大家 給你看不出來是鬼城 這個話題就像西班牙 我們提到過鬼城 你還記得嗎 西班牙看得像鬼城 但這個完全讓你看不到鬼城 就是因為地段的問題 不過我話說回來 想來聽聽看在教授的觀察 這幾個現象裡頭 再強調一下 對於在地人而言 還是前不後繼 打房打到不手軟 從過去只喊打房 現在現在新國五條打得出來 結果竟然是越打越high 在地的這些投資朋友 他的買盤能夠寄錢進 能夠勇敢前進 為的是什麼 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個 錢太多 市場上永遠有這麼多的資金 尤其在大陸 我去看到過去在一兩個月之間 中國大陸的銀行的貸款的金額 高達了一兆七百億人民幣 是大概近兩三年來的最高點 這些錢幹什麼用的 就是炒房 你看這個數字 大概是兩個月前的銀行房貸數字 所以你看到 這個數字一出來之後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房價就上去了 這麼明顯 大家都去想辦法借錢去買房子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由都會區的房子 就剛剛建全也提到的 都會區地段好的房子 永遠都不會跌價 你像這樣以台灣的情況來看 你看台北市的房子 這麼多年來 除了說SARS期間 有稍微回檔之後 再也沒有跌過 但是相對的 你大家看新北市的一些某些地區 我們常常說所謂的新林三淡 新莊淡水林口三峽這個地方 這些地方基本上 他們其實沒有真的這麼多人去進駐 但是房價在過去某一段時間 卻吵得很兇 政府有些政策 像我們看之前政府 開始要課什麼奢侈稅等等 這些地區房價又下來 中國大陸現在也是一樣 你真正的精華去 像以上海的黃埔江邊 你說那些房價會跌嗎 台市永遠都不可能 打房的部分你剛剛提到台灣 張津樂教授這算分政策 好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張津樂 張教授 這麼多年來真的就是空軍 標準的空投總司令 對房價一直都告訴你 會點不要說什麼 光最近他就說 今年下半年有可能再回檔 10%到15% 所有的建商都剉在蛋 他嘴巴講 之前他的身分是教授也就算了 現在當副市長了 大家一定想說 是不是台北市政府也要打房了 要不然怎麼把這個房價的空軍總司令 給叫來了 所以我想基本上這當然會有些象徵的意義 可是畢竟 房價還是回歸到市場機制 你台北市政府也好 政府也好 當人民都有這個需求 你要真的打房你打得下來嗎 打不下來嗎 你看打了這麼多年 我們國內台北市的幾個指標地點 你像地堡或是所謂 那些什麼記憶地就要去的那些豪宅 哪一間有降價了 不可能嘛 所以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你廣州 北京 上海 深郡 這些一級的城市的精華地區 永遠不可能跌 你能夠跌的基本上都是 比較內陸的一些城鎮 過去因為過度的炒作 炒的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鬼城嘛 我蓋了一大堆 過去很熱 大家就拚拚搶 可是當熱炒過了這些房子 真的就是比較危險的 好 在教授的部分 已經提到一個重點了 不過在補充的數字的話 你會怕 什麼樣的送禮 銀資銀行 銀資銀行 統一來說的話 就是一個地下金融部分的話 有多少資金的流動 23.85兆的人民幣 這是換算起來的話 佔GDP有多少 46% 這個事情還落了 等一下告訴大家 在整個外資機構裡頭的話 或者在標普的部分 都特別提出警訊 他擔心房價跟地下金融部分的話 會造成骨牌效應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們再看下去 剛剛所看到在鬼城的部分 這畫面當中秀出來 你會覺得它是鬼城嗎 賣得好的地方還是賣得很好 這裡頭如果不告訴大家 講到鬼城它們全部都是 為什麼 內蒙新城的地方的話 這像是一個鬼城嗎 但是沒人去的 鄭州的部分 新區大樓 這像是鬼城嗎 也是沒人去的 新華的某個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結果沒有人去的地方 就叫鬼城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呢 基本上我們剛剛講的 地段好的一個地方 房價是掉不下來 大家知道 其實大陸有一個重要的一個政策 其實要解決房地產 要崩盤的話 只有一個方式解決 就是說趕快放寬一台話 大家知道說 阿公阿嬤生了一個爸爸 爸爸又跟他的一個妻子結婚以後 只能生一個 所以後來變成說 你買了一間房子以後 到時候就一直傳下來 因為到時候就變成說 六個人照顧同樣一個孫子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你假如把人口放大的話 越來越多年輕人組成新的一個家庭的話 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的一個習近平打房 但是你剛剛畫到一半 沒所解決這個鬼城的問題 可是呢 是不是越來越多的需求就越來越大 所以價格還是打不下來 現在就變成說 大家知道說 比如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大家都比如說 整個巴菲特甚至也認為說 大陸的一個房地產 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甚至大陸的一個房地產 大陸叫萬科的王石 是 王石的時候 龍頭 但是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它的2011年的獲利 大概每股萬科 每股還賺不到一塊錢人民幣 但是在2012年大方 那個溫家寶下縱手打房的時候 萬科的一個每股的獲利 是攀升到一塊錢人民幣以上 而且它還邊在唱 所以說 這個邏輯就出現了 對 房地產要泡沫的話 它怎麼作為呢 大家知道說我們去年也談到 很多一整排的一個房屋仲介業 全部倒光光 萬科在做什麼做 開始在收購這些 就是破產的一些房地產的企業 所以其實房地產的一個cycle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現在在打房 但是大家知道說 台灣的房地產 SARS的時候你不買 現在買不到 你現在不買 你難保說 大概在10年後你也買得起嗎 好 這個時間上的關係 把握時間 我們等一下要看到重點之外的話 也請教授來準備一下 等一下給我們下個評比跟判斷 大陸股市 這個打房的動作 新國務調化也出現震撼力道 那麼接下來的行情變化 是往上還是往下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樓市的泡沫大咖市井 這些大咖說話算嗎 巴菲特怎麼說 他說中國樓市就是賭博 而且越賭越大 賭很大 謝國中中國經濟泡沫 最核心的就是房地產 哇 再看下去 萬科的王史他所提到說 大陸房市的一個泡沫化的情況之下 恐怕要步日本90年代的後塵 這擔心這個壓力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情況 如果再看下去 在外國媒體看到習李的這一段 看到習李的這一段的話 會不會擔心這是一個更大的壓力 尤其在習李開始的部分的話 他有些啟動 到底來看一下 在華爾街日報報導 渴望政府更加清廉有效 而且更加接近的民眾 有 你會記得嗎 習近平在一開始對待台上的部分 你吃飽嗎 這個小故事告訴過大家 您還記得嗎 再看下去 BBC裡頭所提到 經濟的轉型及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 就是當務之急 有得走 而且成正化 再看下去 路透社裡頭的報導 相信李克強更理解西方國家的想法 好 這裡頭有大咖的一些唱衰 有一些外國媒體頭看待習李時代其中 有一些聽起來比較務實的聲音 教授 做一個結論 好 我覺得基本上 你說這個打防的這個事情 就還是我們剛剛說的 你只要是這些重點地區 永遠不可能這樣 相對的 因為這個訊息出來 當然股市會有所影響 可是最終的我相信 還是這個習李政體上來之後 因為之前都在喊的都是誰 都是溫家寶 現在李克強正式上任之後 李克強的態度是什麼 他真是 真正的這個動機是什麼 他的動作是什麼 我想這是大家接下來是觀察 所以大家看到這一陣子股市 大陸股市一直在回檔 一方面是因為溫家寶之前 要喊出國務條 另外一方面大家就在等 習李政權正式接班之後 他們會有什麼政策的大方向出來 所以這一陣子 大陸股市又比較大回漲 但是你說要再向之前跌那麼兇 我想機會真的很低了 好 我們先謝謝兩位 這在大陸市場部分的話 這擔心是一個